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个老太太 哎呀我的天哪 爸 爸 说差了 我不是说我妈 我说二米粒 我跟二米粒不过了 不过你 你跟二米粒因为什么样子 爸呀 我跟二米粒结婚这么多年 我睡不好觉啊 睡觉就躺着就睡呗 那晚有啥睡不好的 躺下就睡 我前也躺不下呢 为啥呀 躺下之前二米粒一大堆的程序呢 都有啥程序 首先啊 我得打一盆水 这盆水的温度得适宜 不冷不热 这干啥呀 给他洗脚 洗完了脚我就该洗脸了 他洗完脚你洗脸呢 还得刷牙呢 换水不啊 我当然得换水了 那你说的干啥 这不挺正常吗 天天都得这样 完事你就睡觉吧 睡不了 还有一大堆程序呢 还有啥呀 躺下以后 得跟他说一百遍 我爱你 这事对你不难呢 你那嘴多快呀 突突突突 说完就睡呗 二米粒有要求 啥要求 一遍比一遍深情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 你 你说我 这要说一百遍 还不天亮了 你以为这些年 我睡过觉啊 我跟你说 这事你也不能怪二米粒 怎么不怪他 你说你事业干得这么大 就咱家这房子 首付那大头都是你出的 是不是 二米粒他有压力 他给你订这么多东西 让你表白 他不就是不自信吗 你什么不过了 不是 你别跟我不过了 我跟你说 过日子 你得跟你大姐夫睡 你看你大姐夫 跟你大姐过得多好 跟他睡 他一会儿也得搭起来 什么 不是 我跟你说吧 你说这个 我们家就你大姐 那不是省油的凳 这是多亏了你大姐夫 他能包容他 你嗓子羊里有虫子 不是 我是说你大姐夫怎么还没搭起来呢 我跟你们说 这日子没法过了 怎么的 怎么的 不怕就不过 咋着 我跟你说啊 我告诉你不跟你过了 怎么的 我出去我就出去 我跟你说 我还怕这个 谁也别劝我回去 我跟你说 我就不回去了 谁劝我 谁是我孙子 那屋里没有男的了 谁劝我 谁是我孙子 你看 你看 你又怎么的了 爸 这日子没法过 你怎么又没法过了 天天睡不好觉 你看 你怎么睡不好觉呢 每天晚上 这大米利尔他闹腾我呀 怎么闹腾你呀 怎么闹腾我 他说梦话呗 说梦话 不光说梦话 现在还发展了 前天夜里 我就感觉有个人 拿着毛巾在擦我的脸 我一醒了一看 大米利尔 我说你干啥呢 他说呀老公 对不起 我做梦了 我梦见在那插桌子呢 昨天夜里 我就觉得有人在糊了我肚子 我一看大米利尔 我说你干啥呢 他说老公 对不起 我梦见活面了 刚才睡觉的时候 他说老公 我想吃西瓜 我还敢睡觉吗 这要是夜里边梦见窃息过 我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吗 你说你们俩 这不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吗 那两口子过日子 哪有那马勺不碰鬼样的 是不是 你一忍他一让就过去了 不过了 不过了 我跟你们俩说 不过了这仨字 可不能拿过来就说 你第一回说是怄气 第二是习惯 第三回要连着说 也许就真就过不下去了 那爸 你都不过了 我们爱过什么呀 我们 没事啊 爸 我告诉你啊 我们管你 对不对 对 对吧 对 爸 跟他们不过了 以后咱仨过 咱有钱呢 以后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爸 我伺候你 对 我伺候你 一直伺候你 就是我 你跟我 女儿不过了 你还有钱 让我花 吃什么让我使劲吃 你随便 你跟我女儿都不过了 你还伺候我 你俩缺爹呀 少跟我来这套 都跟我回去过日子去 你不回去 你不回去 我们就不回去 我肯定是不回去了 你 阿世 真冷 看看 还得是老伴 滋藏之热 大姑娘啊 天头凉 别冻着啊 谢谢妈 真冷 真冷 哎呀 看见没有 还是我媳妇 真冷 真热呀 媳妇 大姐夫 天冷了 别着凉 谢谢二小姨子 老公 天冷 别冻着啊 而且 热 你小子跟我说一句实话 你是打架被撵出来的吗 我没打架 没打架 我没打架 我教你那三句话 你说了没有 我说了 说了不好使 没打起来 那你怎么出来的 我后来又发挥了一下 你怎么发挥的 我跟他这么说的 我说媳妇 你看 爸 妹夫 都在外边冻着呢 家里边就三个男人 两个人出去挨洞去了 我当姐夫的 怎么能睡热被窝呢 我得出去陪他们 荣辱与共 心仪搭档 竟然不问我是谁 骑不骑人 那我自己说 秘密 哎 哎 你要不要你那大芝麻脸呢 啊 你能跟你唱吗 跟你唱啊 跟你唱啊 正所谓 窈窕淑女 在 关关 鸡酒 在 河里头 哎呀 君子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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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腔 包腔 停停停停 多么翠儿的声音 啊 你快去吧快去吧 赶紧去吧 我上哪去啊 我得在这屋待着呀 不行 我得猫起来 对不对 我得给他个惊喜 你对你 往屋里猫 往屋里猫 我还能看着他吗 我还呀 往哪儿猫啊 就往这儿 你和我啊 我告诉你 你和我啊 哎哎 我告诉你啊 我就给你保住啊 他笑他笑 我干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т ран 你来了 来半天了 干啥呀 走上舔人唱歌去 你别给我装云呢 装云我给你认功呼吸 嘴下 溜什么德 溜得 咋子啊 啊 写字吧 还是继续写字 有点是不 快快快 快 起来 这有地方 方小亲 你干啥呢 脸那的啊 我以为你发辣白呢 那歌这咋样呢 你好了啦听一下呀 你问我爱 你有多深 我爱 你有 我唱得好有啥用啊 得看搭档唱的好不好 不是男女对唱啊 对对对对 我正要问你呢 你打算跟谁一起唱啊 是不是 我还没问你是谁呢 你问不问 也不可能是余笑脸 听着没 听着没 心里有点说 就你俩说 余笑脸她会唱歌吗 那唱起歌来 一骨子一骨子的 就好像歌词烫她嘴似的 烫嘴啊就亮亮了再唱 那个什么 其实余笑脸人人不错 对对对 你看那个年方仅仅二十八 家常版的周润发 是 远看长得挺奇葩 仔细一看皮皮虾 那不是正好用她的磕着来 衬头你的美吗 你不觉得反差有点太大了吗 我就问你俩 站在舞台上 是一个长得好看的人照眼 还是一个长得磕着的人照眼 就我俩往舞台上一站 谁还看我呀 你们这不是分散大爷大妈注意力吗 没事没事 磕着哪不怕 就化妆嘛 妆化浓点 化厚点看不出来 对对对 要不就多护点腻子 护着腻子 主要是底子不行 底子底子 轻轻点 护什么腻子啊 你就她网上脸上 砌砖也不行 再说 她脸上要真砌砖了 大爷大妈更不看我了 尾价留得 不留 我这个不是背后说她呀 就是一小俩今天在着 在着屋里 就好比 她在桌子底下 我这么说她 也得听着呀 还想跟我做搭档 知道的 我俩是搭档 不知道的 以为我上档了呢 这谁呀 送外卖的 哎呦我的妈 送外卖 送啥来的 尖案庙 你最爱吃的尖案庙 对我的妈呀 送来都行 不是 这大哥早上 大哥春天风大 你也不至于舞这么严呢 大哥 你小脸 谁都可以叫大哥 你绝对不行 咋的呀 他是我爸呀 叔叔 看着咋样 真好看 什么玩意啊 年轻的时候 长得是一模一样啊 你看你看 听这个动静是不是应该叫大哥 应该叫奶奶 叫什么奶奶 叫薰薰薰 行行行 你让这儿走吧 对赶紧走吧 哎呦哎呦 以前不是这别动 哎呦 再往后点往后点 因为你啊 你就这么看啊 他这个轮廓啊 他长得跟我爸是多像 啊 啊 也像啊 但是我跟你说 照我爸那个气质和那气场 差老了 我爸是谁呀 我爸是俺们村的颜值担当啊 啊 我爸是俺们村的时尚先生啊 啊 哎呀还啊 我跟你说 就我爸没同意 我爸同意都得登上时尚那个封面杂志 你知道吧 哎呀 我爸造退20年 那就得是现在的偶像练习生 就就就不能叫余彦祖 就得改名叫余澄澄 你信不信 真的呀 真的呀 我爸就一个字帅呀 哈哈哈哈 脸 哎呀 这个 这个哎 生日快乐啊 哈哈 祝你生日快乐 来你唱来来来来 来这里 生日快乐 来来来来 不是我这过生日咋 都大伙伙都知道谁叫你们来的啊 我 哈哈哈 臭是啥 哈哈哈哈 啊 还真气人 还真气人 人多热闹嘛 你是 哎呀大清歌你说你来就来呗 还整这么大蛋糕 让你破费了啊 来来来 哈哈 哎呦的妈 你是俺们小区的 忠实的守护者 哈哈 要是表现一下啊 应该是 登登登登登 这个大行哥是这么个事啊 这只小仙送我的脸了 你说插你这个蛋糕上 是不是就把这个蛋糕给怼眉了 你说我要插一根吧 哎呀你还真别说 还真挺像 像不像这个蜡烛的底座啊 你看看 眼上你这心眼 你不会把这摆两边不就完了吗 哎呀 你考着太心 太是时候了 大行哥你别闹了啊 别闹了别闹了 真好意思 这么大个蛋糕 也好意思拿出手啊 我说蛋糕可以说 说啥就 说外卖的 说什么外卖的 这儿呢这儿呢 煎饼 还没做过 煎饼啊 哎呀我最爱吃了 哎呀 你咋弄馅了你知道啊 啊 送外卖你弄的 你得陪啊 哎 陪啥也陪大行哥 能吃就行呗 陪陪啥 陪啥 陪什么陪 陪什么陪 你叫 我一叫你来都 我就把大爷 送到了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放好 然后我蹬着自行车就去医院了 我真不知道是你爸 再说了 我也没想到你爸的骨头怎么这么酥呢 没用了 我跟你说大美 我要真的知道你爸骨头这么酥 我说什么我也不能把它放后座上 我哪怕我自己放在后座上 让你爸爸自己的自行车都行 说什么话呢 那叔叔自己蹬自己车 那叔叔自己不就上医院了吗 那还有病吗 对对对 那咋整的 那应该是 你蹬着车后面驮个我 那不行 驮着你干啥呀 驮着你大爷咋整 不行我抱着呗 你上钢了吧 太不想话了 你太让我生气了 别 你怎么这样的 是是是 你知道我多感激你吗 哎呦我的妈呀 你非常感激 我以为你激的呢 我不这样 怎么能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 是是 大美我了解 他一感激他就这样 他就很防造的 赵刚子 你说 我说啥 不用谢 说 那个不用谢 赵刚子这就对了嘛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赵刚子 做好事永远不图名 不图线 赵刚子 谢谢啊 不客气 应该的 我就想问问你 你爸爸那个骨头 真骨折了吗 没有啊 没有 大美你太过分了啊 没骨折你说骨折了干什么呀 不是赵刚子 我我知道你那般做好事不留名 我不用这种方法 我怎么让你承认这好事是你干的呢 哎 哎 对不对 我多聪明啊 哎 哎 你也是 你说你做个好事怎么就不敢承认呢 那是什么 田经理啊 啊 这个事千万别批批批批批啊 是我的错 为什么呢 赵副经理啊 想把这个好人好事 留给我 扶着我上光榜 你脸咋这么大呢 给你你就要啊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见到荣誉的事就得上啊 上一边 我的妈 我给你讲田经理啊 其实也不能光怪他 还有其他一个原因我没敢说 什么呀 就是我把大爷送到医院以后呢 大爷躺在床上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谁把我送到医院 并且救了我这条命 我就把我的宝贝女儿大美嫁给他 哎呦 那真是不应该承认的 是不敢哪 刚的 哎 我爸爸 真的是这样说的吗 哎呦 啊 那个 那个 大妹呀 你不能当真 你爸爸当时他有病 他他他说他有点迷糊 是吗 我爸从来不撒谎 般配呀 就这么定了 赵副庆 你只是个好人呀 大美姐交给你 啊 小链 小链 你又停了 我怎么 你靠水成爽了 小链 你看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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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整啊 这个 这个 去内啊 怎么 怎么整不是你留给他了吗 不行 我可不留给他呀 可不敢怎么整 没事 我告诉你 大美那自行车还在门口呢 赶快 赶快点 明白 那就是跑呗 我的妈呀 你 你